欢迎收看订阅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明显收视率略有下滑迹象 且不说剧情质量和口碑如何 单看首播之后的收视率数据 我们有理由相信一点 黄轩和佟丽亚这两位演员是收视保障 对此有多位观众直言 看到黄轩我就觉得这部剧质量不会差 不可否认完美关系首播即或收视开门红 很大程度都是依靠黄轩和佟丽亚的知名度和良好口碑 换句话讲 演员的光环完全可以带动电视剧的收视 至少可以保障开播初期的收视率 现如今完美关系 恰好处于开播初期阶段 虽然说收视一片飘红 但整体口碑却忽高忽低还未成型 很多观众还在耐心观望 期待接下来会出现精彩的剧情 就目前来看 综合豆瓣评论和网友留言 双方面来看 我们发现完美关系的演员阵容 确实是备受好评 主角是黄轩和佟丽亚 配角有陈树 抒情 张凯丽和曹云金等实力派演员 演员班底足够豪华 但口碑却不是理想 自从完美关系播出之后 观众的吐槽和差评 似乎从未断过 在这期中 对于男女主角的吐槽 明显占据了大多数 所以在开播第二天 收视率就出现下跌 也是有道理的 男主角黄轩一成不变 在剧中 黄轩饰演男一号魏哲 是一位能力极强的公关精英 在我们看来 魏哲这个角色 和黄轩以往参演的角色 似乎是相差不大 无论是发型还是表情 黄轩并没有给大家带来新的惊喜 就目前来看 男主角还是一壶温开水 中规中矩 所以 已经有观众吐槽 黄轩演啥都一个套路的油腻 和年轻演员相比 35岁的黄轩 已经属于中生代演员 和中生代演员相比 黄轩依然可以被称之为年轻演员 这就是大家心目中的黄轩 可以演青春偶像剧 也可以饰演大叔 也就是说 黄轩的戏路很宽 能够饰演的类型也很多 但正因为如此 我们无法看到黄轩真正的强点在哪里 当然啦 完美关系还处于开播初期 黄轩还有足够的时间去展现自己 或许 在后面的剧情中 黄轩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惊喜 当然啦 也有很多观众为黄轩点赞 认为黄轩的声音真好听 确实如此 此次参演完美关系 黄轩是延伸出镜 声音的魅力依然在 所以黄轩还是值得继续期待的 女主角佟丽娅光环不够 作为一名公认的银品女神 佟丽娅凭借着优雅的气质 还成为了数年春晚的主持人 端庄大气的微笑 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在年后 佟丽娅再度以熟悉的方式和观众见面 确实是让很多处于巨荒的影迷 找到了快乐 在完美关系剧中 佟丽娅饰演的女一号 江达琳 从一名公官小白 到一名公官精英 江达琳的心路历程 就是该剧的核心 和男主角黄轩一样 佟丽娅饰演过的江达琳 并没有获得太多的好评 反而是差评连连 有观众觉得 女主角光环不足 也有观众觉得 佟丽娅这个女主 被女配压得死死的 颜值 演技全败 按照常理来讲 佟丽娅饰演的角色 很少让观众失望 更不会出现被女配角 压制的这个现象 所以江达琳这个角色的人设定位 比较模糊 还需要时间来验证 众所周知 演员无反左右角色的人设 一旦人设不对 演员也无反做到最好 比如下一站是幸福的女主角 宋倩 她就是因为霍凡心这个人物 一度遭到网络暴力 或许正是编剧的刻意安排 无论是穿着风格 还是气场 女一号江达琳 确实还没有展现足够高的主角光环 相比之下 由陈述饰演的女二号 斯黛拉和舒晴饰演的女三号高露 都有亮点 仅从前面的剧情来看 陈述的光环 确实是完全盖过同利亚 成为全剧的最大亮点 巴达 巴达